海之王之旅 來了歡迎回來海之王之旅 那今天我們不打架 我們來做一下心得分享啊 什麼心得呢 就是講一下我們這個遊戲 如何你從小白從0開始 然後花了大概十幾天的時間啊 終於撐上我們的SS聯盟了 哇真的不容易 哇昨天從那個前天吧 從S的聯盟 然後這兩天的時間大概打了 將近30場應該有喔 然後直接衝到SS聯盟 喔真的是超爽的 最後一個牌位了 那老實說這個 S加的聯盟是最難打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是S加的匹配 大概之前有大概連輸六七場過 然後戰力大概都差了兩三萬區了 那之後的話一樣 就要慢慢修練自己的技術啦 然後慢慢就是學習一下打法這樣子 然後就會衝上SS OK所以之後的話我們再繼續往上衝 那今天的話來講一下吧 就是如果你是因為我感覺這個遊戲 我當初剛入坑的時候 大概是一個半月之前吧 然後那個時候 新生的玩家很少 然後也沒有什麼攻略 這遊戲很奇怪 這遊戲很好玩 但是沒什麼攻略 然後也沒有什麼就是 一些討論的一些風氣這樣子 那除了一些 因為這遊戲大概也出了三年了 可能一些老遊戲 該討論都討論完了 所以老實說網路上啊 一些各式各樣的攻略資料都很少 那我之後的話就是自己摸索 然後配合 FB也有很多一些大神 然後會分享一些新的感想 像冰封啊 冰封大佬啊 還有一些 玩這個遊戲玩很久的一些YT 然後分享看他們影片 然後看一下大概是怎麼樣的那個玩法 然後之後的話我才從頭開始玩 這個帳號的話 目前是只有第18天啊 這個帳號是第18天 等於說目前第18天的時候上SS啊 從0開始喔 這個帳號真的是從第一開始打 完全從一個新角開始打 那這個遊戲的 老實說活動很多 然後如果你是要入坑的玩家的話 今天會來介紹 推薦 我自己推薦幾個 我自己覺得很強 然後超穿腳就不用介紹了 超穿腳真的是每次都很強 所以不用介紹 來介紹一下 傳七腳或是一板腳很強的一些角色 那新手如果你是剛入坑的話 就要 算是挑一個好的活動啦 像我們這種轉蛋的活動 然後就是大概你新手過完之後 大概送你兩百多賺 然後你就來保底抽 抽你想要的角色 或是你覺得強的角色 然後再來玩這樣子 OK 所以今天的話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遊戲大概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剛入坑的新手玩家 不知道怎麼玩 然後不知道怎麼有東西接觸的話 今天把所有的部分 角色養成的系統啊 或者是這個遊戲的一些小技巧 大概講一下 那如果你是老手的話 應該就不用聽了 因為老手的話應該 比我還熟悉就不用聽了 我只是把目前這一個半月的一個新的感想 然後做一個就是 統整啦 然後之後的話 再努力練 然後再往上爬這樣子 OK 那現在講一下這個遊戲 老實說這遊戲的活動很多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 剛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遊戲的內容很多 那第一個先管一下活動 這個遊戲的活動 大概一兩週就來一次 一兩週就來一次 那建議啦 每個活動基本上 你全部都要去就是熟悉 那要把這些所有的資源全部拿到 因為新手玩家 我們最一開始 真的 你跟人家打 這個遊戲不像LL 或是那個英雄聯盟 你跟人家打的數值是相同的 所以完全看技術 這個遊戲有養成系統 所以你的角色60等 跟別人角色100等 真的差很多 我那個100等在那邊給你砍 可能都砍不死 所以這個遊戲的養成 其實佔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所以角色養成的話很重要 來介紹一下好了 角色養成的話 第一個他我們 如果你是有新手玩家過程的話 你會看到他有分紅隊 綠隊跟藍隊嘛 那互相克制 那在我們這邊的話 他都有介紹 這邊可以看一下 那個碎片 可以換成我們任意的一個碎片 像比如說四星角 你就可以換任意的四星角 不管是超傳啊 一般角 傳奇角都可以換 所以這個我們最右邊 這個四星角的碎片 一定要留給超傳角 那傳奇角的話 建議是商店購買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東西 有紅隊綠隊藍隊 然後一樣有這些可樂這樣子 OK 那我們來講一下角色的養成系統 那角色養成系統 大概分四個階段吧 那第一個的話是等級 等級的話 算是這個角色裡面最直觀 而且是最容易達成的 因為你只要 課我們這個紀念球就可以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沒有紀念球 因為我們新手玩家剛進來 什麼狗屁都沒有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單人關卡這邊 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100生存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讓你去打 打你的那個就是經驗 這個東西的話會花你好像一個 那個生存卡吧 生存卡可以 一張有兩次 那兩次的話 你可以去派你的角色去打 然後最高是100個人 打完你就通關了 就像比如說 通關的話上面會有個 就是這個通關 打100個人 然後他會有 那個各式各樣的一個 那個階段 就比如說你殺了20個人 30個人 40個人 那每一階段的話 會有2000的紀念值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一開始紀念球不夠的話 就是靠這邊在打 那打的話記得 如果像我們這種 可莉爾都清完的話 一場假設是6000經驗值的話 你能超過餘額帶出場 好像砍半吧 剩3000這樣子 所以簡單說 就是如果你要練角的話 這一定是在這邊練 然後練完之後 有多的話 再去用你的額外的經驗球 去補充才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樣子 然後這是等級的部分 其實就是經驗球 但經驗球也是最好拿的 所以角色你一開始拿 剛拿到角色的話 一般來說直接衝到60等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那個星數 這個星數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星數就是這個東西 剛剛講的 收集那個角色碎片 那你可以強化星數階級 這樣子 那一般 一開始抽到四星角的話 目前就是最高的60等 然後 角色的碎片的話 提升 你的階級可以提升 你的最高等級會提升 那 一隻本體要配上 7隻的那個角色吧 然後你才可以升到100級 所以簡單說 你就是要狂抽 同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第一個是抽同樣的角色 第二個是拿那個碎片 就是拿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四星碎片 那四星碎片的話 就在這邊 我們水晶碎片 這邊的話 有四星啊 三星二星 他已經幫你分類好了 那簡單說 四星的碎片 像我們右邊有105個嘛 那我想換 看你要換哪個角色的那個碎片 都可以 簡單說還是換超傳角啦 因為這個遊戲 最重要的幾個物資 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四星碎片 因為這個東西是可以換 任何的角色的碎片 這個東西的話很重要 OK大概是這樣子 那角色碎片的話 這個沒有用 就是一直抽 那有活動 像之前有那種380元台幣 可以買200個那個碎片的話 那個就蠻划算的 那大家都蠻推薦的那個東西 如果你是 玩遊戲月音課金的話 那個380元 買一些賺 再加200個那個四星角的碎片的話 那個東西可以買這樣子 OK那第三個的話是技能 這個遊戲的技能齁 然後這個遊戲 那個角色的技能還有特性之複雜 新手玩家像我到現在 都還是要背一下 就是 如果你打久可能是習慣的 你沒打久的話 你還是要看一下角色技能在玩什麼 那這個東西的話 角色技能升級的時候 還是需要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遊戲的 升級來說 東西不困難 像比如說這個技能球的攻擊啊 技能球懶 這個東西不難拿 但是記得 這個東西跟特性球是分開的 你會看到 像一開始我看到這個東西 以為 這個東西是特性球 然後拿了很多 然後之後我發現靠搖 原來拿的全部都是技能球 所以新的玩家剛進來 我一定要分清楚 這個是技能球 升級技能用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那個 特性球 然後會講到的特性球 這個特性球 前面有個特性球 這個是升特性用的 嘿這兩個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所以升技能的話 一般來說不會太困難了 都是升這個 就是往上升 這個東西不會太難拿 難拿的是你升到4階的之後 升到4階來看一下 來 技能升到4階之後呢 會需要一個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個特等那個技能球 三階 這個東西是我們4升5技能來說 最困難拿到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產量很少 然後 活動給出的也不多 然後如果你要換的話 在我們兌換所的話 要2萬的那個 兌換吧 我記得看一下喔 也可以換拿就是這個東西 特等技能球一個要2萬 非常貴 這個 對戰的那個 點數其實還蠻那個 除非如果你是每天都有在玩 然後玩得很瘋狂的話 那個2萬是可以換的 因為你的點數就很多 如果沒有的話 哇那你真的要存一下 那個玩意兒真的是不好拿 OK啦 這是技能的部分 簡單說就是我們等級 然後階級跟技能 再來這三個東西是最直觀 而且是 大概新手玩家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那再來有兩個 對新手玩家來說很痛苦 然後算是很複雜的 那其中一個是獎章 獎章的話 留到下次再講 因為獎章這個東西 非常的複雜 我到現在還沒搞清楚 那獎章的話 其實簡單說 其實等於說你 像我們目前 如果你是100等以下的話 你可以帶兩個獎章 那 那個100等之後 會開放第三個獎章的位置 所以 100等之後 你可以裝第三個獎章 那獎章的話 一般我們裝兩個 你會看到它這邊都有一些 額外的一些標籤效果 那如果你相同的一些 那個 重複的一些標籤 它會有額外的一些效果 像比如說下面這邊 有雙組合效果這些 那這種東西的話 每個角色的獎章 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真的要你去 真的如果玩家玩手 可能還好 像我們這種新的玩家 還不熟之後 你會不知道怎麼那個 不知道怎麼搭配 那搭配之外呢 這邊還有在那個 它還有屬性的部分 它有各式各樣的屬性 那屬性的話 就是隨機 隨機 然後有好的 像比如說有三星的屬性 那有一星二星的屬性 這些東西都是非常的 看你的運氣這樣子 然後 洗得好不好呢 然後也要看個人 那這個東西屬性還可以做繼承 那講張的部分的話 下次再講好了 這個對新的玩家真的太複雜了 那先講一下 我們第四個的那個 強化就是我們那個特效 這個遊戲的特效 那個 非常關乎一個角色的一個 算是戰鬥力 因為它第一個它是可以加 像比如說 這可以加我們的生命值 然後可以加攻擊 可以加那個 防禦 你看這三個東西 全部加滿之後 第一階段 全部加滿之後呢 然後這邊會有個 一階段的推進效果 攻擊別人的時候 會有一些額外的一些附屬效果 這個每個人的角色都不一樣 然後在二階段全部點完這些 就是防禦率啊 這些東西加完之後呢 二階段這邊也有一個 屬性效果 所以你會常常看到 人家想說什麼叫特二 像我們這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羅傑 左下角這邊是一個 綠隊的那個攻擊手 旁邊會有一個 這個像灰色這個球 這個球 就是我已經加滿到 那個第二階段 那個特性效果牌了 如果你是加滿到第一階段的話 他這邊選個一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是後面這邊加滿的話 這邊才會把這個 一百級之後 他才會開放後面這邊 然後你才可以加我們那個 超量特效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在我們前期角色 剛就是 在養角色的時候 那個特性效果的碎片 真的要盡量拿 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還蠻來拿 我覺得這個遊戲最在拿 這個特效球 這個除了活動之外 要不然就是你課金 再不然就是真的很少有地方換 即使我們最換的左可以換 但是他那個花費真的非常的驚人 我覺得去兌換所換很虧 非常的虧 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兌換所 啊兌換所換的是技能的 好呀 是這個 來來來 然後這個特效球 一個的話 一個喔 一個一階段的喔 是3000的那個點數 而且我們這個遊戲有分 那個你普通 像比如說如果你是無課玩家的話 你只能換下面這一個 就是這個比較便宜的 如果你要換上面這個 傳奇角的碎片的話 啊 要記得這個東西的話 一個月130塊台幣 所以如果你不課的話 你連換 比如說像我 要換糖果人的角色啦 換這些角色 你連換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 玩這個遊戲的話 我覺得40一個月 花個兩三 啊不要說兩三百啦 三四百塊應該都是很正常的這樣子 那像比如說這 目前有特效球的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拿一階換到二階這樣子 這算是蠻佛心的 要不然 老實說二階的那個特效球 你真的找不到地方換 而且幾乎也沒什麼地方讓你買這樣子 好OK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這次角色的一個介紹這樣子 那其他部分的話大概講一下好了 那記得如果新手玩家剛進來的話 那角色確立完 就是該抽的首抽都抽完之後呢 記得去來挖礦 因為這個遊戲齁還是可以挖礦 挖什麼礦 就是你可以拿免費的鑽 像我們這邊有劇情蓋藥跟練習 練習的話過一關就會拿到一個 就是拿到一個鑽石這樣子 那個暴手這個鑽石 最主要是打這個 我們劇情 打劇情的情況之下 有一些是要叫你打那個4v4 有一些是叫你打4v4 那有些是叫你就是單挑 單挑是比較方便的 單挑之後人家符合他的條件喔 他就會給你三鑽 你可以看到暴手三鑽 上面有個171 上面有個171 就是你整個劇情可以拿到所有的鑽 就是171個鑽這樣子 然後他有分一般跟那個難度 這兩個難度加起來的話 如果你都全部解完的話 你可以拿到300多個鑽 就是這個賬號大概你能挖礦的所有的鑽 然後包含練習 每過一關的話拿到一鑽 所以大概將近 可以拿到350 360個鑽差不多 就是這個整個賬號 如果你不課金的話 所有的鑽你能挖到那個鑽的一個數量這樣子 其他部分的話就是要靠一些活動送你啦 或者是你身接送你的一些那個鑽石這樣子 OK大概是新手的部分 那轉蛋的部分的話就看個人 啊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這個遊戲新手玩家剛進來 像我人家講什麼超傳角啦 傳奇角啦 你完全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這個遊戲分三個 一個是超傳角 是整個遊戲最難抽 最難取得 然後強度很強的角色叫超傳角 超級傳奇角 然後再來是傳奇角 然後再來是一般角這樣子 大概分這三類 那一般角的話就是普遍總類最多 然後強度強的話沒幾個這樣子 超傳角介紹一下 如果你要怎麼分辨一個角色是超傳的 看他技能 技能下面會有一個隊伍特效 下面會寫個 如果是彩色的話 寫個什麼超什麼的特效 這個東西就是超傳角 然後像比如說我的那個 哲法老師這個也是超傳角 如果是一般角的話 你會看到他是黃色的 或是傳奇角啦 他是黃色的 所以一般超傳跟那個傳奇一般角的分類 就是用這個隊伍特效來分 那像比如說如果你去一些未開放 比如說你不知道他角色的那個技能 不知道他是超傳角還是一般角 你就看他這邊 那你一看到他這個 超回復特效 彩色的 這只要是彩色的都是超傳角 那這遊戲的超傳角大概只有十幾隻左右吧 包含我們羅傑跟哲法老師 然後上面第一排一直到 一直到大媽這邊吧 一直到這一隻那個 那個蛋糕那個貪吃症的大媽這邊 到這邊全部都是超傳角 所以有三二三三三三十一隻吧 十一隻的超傳角這樣子 好那超傳角分配完了 最難分的是一般角跟傳奇角怎麼分 你一般角跟傳奇角的話 那個隊伍特效都是一樣的 這個隊伍特效全部都是一樣 都是黃色的 那分就是要從這個兌換所這邊分 之前也是老手教我們的啦 新手玩家剛進來齁 在這邊我們最一開始這邊換的那個東西齁 在這個對戰那個點數兌換的免費兌換的地方 這邊所有角色都是一般角 如果你要換那個傳奇角的話 你一定要買這個一百三十塊的這個 划算專用這個東西 這裡面換的才是傳奇角 那這個還是傳奇區域的部分 所以如果比較強的角色 你想要練的話 你就是要刻一百三十塊才能換這樣子 那一個月記得 iOS跟安卓切換帳號的話 你的鑽會完全清空 你的這個活動會直接消失 所以如果你要那個轉移的話 記得要考慮一下 像我比如說要直播或幹嘛的時候 從手機轉移到電腦上面的時候 這個鑽你要先把它花光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你就當作是丟到水溝裡面 下次的話你要再籌買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大概是這樣啦 新手玩家目前大概就是這麼多 剩下就是去打聯盟打牌位 熟悉角色的特性啊 屬性這些 因為那對忘記講 這個遊戲的角色特性屬性齁 這個特性齁真的很容易忽略 像我也很容易忽略 有時候你會發現這個角色 為什麼每個角色打不動啦 硬拔旗啦 然後打一打他會補血啦 都在這些角色特性上面 這個角色特性非常的複雜 而且要開 像比如說特性2要開到五星的時候 他才會開放這些特性 所以新手玩家的話就是 邊練邊看 然後就是邊記這些特性的一些效果這樣子 技能不難 不難背 因為就只有兩個 最主要是特性啦 每隻角色特性很複雜 然後互相相生相克啊 有一些異強狀態 這遊戲異強狀態特別多 異強狀態之外 又額外會有一些特殊效果 像比如說補血啦 debuff 防禦降低啦 那些東西有的沒的 然後還有一些亮槍啦 暈眩啦 這些亂七八道的東西 這個東西都在人文的特性這邊 所以要記一下 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好就這樣啦 給大家做個參考 今天的話廢話了一些 因為最主要是衝到SS啦 想說衝到SS 那就是把這個 一個半月的 算是半個月的時間的一個 那個心得吧 介紹給大家 然後跟我一樣有新手玩家 如果是剛入坑的新手 完全不知道這個遊戲怎麼玩的話 大概 新手玩家剛入坑進來 大概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啦 其他的話像這種 講商製作 講商真的 講商真的複雜 講商真的要另外開個獎 啊對還有一個記得 你這個遊戲剛進來齁 玩就是 完全不知道幹嘛的時候齁 一定要把你的最強的角色 先往上丟 開始跑 這個跑步齁 大概好像四個小時 還是幾個小時 他會給你一個碎片 這個 就給你一個碎片 簡單說啦 免費送你碎片 所以你要把你 呃 隊伍裡面來說 最稀有最難取得的碎片的角色 把它丟上來 然後你要加 你要記得要加盟 加盟之後呢 一天會有一次這個機會 然後你可以直接 那個更新CD時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拿這個碎片 這樣子 這是我們如果你不是 課金玩家的話 常客的課金玩家的話 免費拿碎片 最主要的一個地方 就在這邊 那你可以放兩隻 那如果第三隻的話 你就是要去買那個 這個 獎勵集充三十 八百三十塊 你才能開第三個格子 如果不開的話 就是這樣子跑這樣 OK就這樣 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就是我們新手玩家 剛進來 大概花個十分鐘 聽完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開始玩了 OK就這樣 那下次的話 我們再從A16排位 開始打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支持一下 我是懸狼 來收看 下次見 再見